夫人莫要着急 您体内并没有毒素 不会影响到少爷的 不过夫人这身体还是太虚了 需要慢慢补一下 也不能太补了 多谢刘大夫了 这件事情还请刘大夫先帮我保密 我还要调查到底是谁想要毒害我 夫人 这样行吗 没什么不行的 我怀疑给我下药的人 就是夫君那个恶心的表妹 谢谢你啊 楠楠 不客气啊 云小五离开之后 李夫人这边也迎来了不速之客 表嫂 你的身体好些了吗 好多了 早上刚喝了汤药 感觉好多了 那就好 孩子长得真可爱 表嫂真是好福气呢 表哥这般爱护你 还生了一个这么可爱的儿子 若是我也能有这样的福气就好了 表妹额头上是怎么了 受伤了 没什么 就是头晕摔了一下 没多大事 没事就好 我听夫君说你今天就要回去了 你是特意过来给我辞行的吧 这也怪我站在坐月子 也没能送送你 表妹别介意 我让春柳给你送行吧 表嫂 我本来打算今天就回去的 不过表嫂 你一个人坐月子能行吗 要不然我留下来伺候你坐月子吧 什么伺候我 巴不得给我下药吧 恨不得我死了早些给你让位 真当人家都是傻子不成 你这点手段也好意思用出来丢人现眼 表妹这话可就说的不对了 我身边有的是人 你表哥也能照顾我 你还是早些回去照顾你家母亲吧 我听说你母亲生病了 你这个做女儿的药筋孝道 我可不能耽误你 万一传出一点什么不好的名声 那就坏了 表嫂说的对 那我就先回去了 有空再来看表嫂 就她那样的 心高气傲 难怪二十多了都没男人要